踏入12月秋高氣爽,加上現在政府營地重開 相信大家都準備好去郊遊 這次我們去了又是週末限定的東龍堡 想知道有什麼景點看就要看到最後 不過李新的影片是8月炎炎夏日拍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都沒有打算露營 但配上藍天白雲,這個地方真的挺漂亮 我們今天來到東龍堡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來過 不過上次走得很辛苦,熱好像要中暑 所以我們就決定再來一次 重新拍過上次沒有拍的景點 剛剛碼頭那邊就有幾間士多 可以坐下來吃點東西 不過我們已經吃了早餐,我們就先出發去白雅 我們剛剛走就一直都有鼠音 現在出動態了 現在走一半了 都爬了100米 好過上次了 現在已經上次是死的狀態走過來 我今天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不要中暑 好漂亮,已經看到了整個六頸灣了 又快了 走到排了 走 走到排了 走到排了 那天氣太清了 又快了 那天氣很清 你看水多清 超清,準備跳下去了 很帥氣 很帥氣 已經到白崖了 慢慢爬下去 都要一些趴石的 不要穿拖鞋 我們到了白崖了 沒想像那麼多人 不過我們上次來 是只有我們和另外一群人 所以都比上次多 那我們先拍照 放寒拍 然後這裡很爆 我的眼睛很大 剛剛錄片 我的片已經去到1,25 敗門 放開到22 現在16 有不有 很搞笑 剛才一直都是單眼 單著眼的說話 我不客氣 單一個Andy 那就是彈眼的 原來他真的來做救援 所以我剛剛臨出發明說 今天的目標 不要中暑 就是這樣 看到被人救了多少人 究竟是甚麼事 看起來好像中暑 很喜歡的 剛才在那裡 對 你會不會 他會不會 有什麼 有個 有什麼 有什麼 我們要去下一站 下一站是哪裡? 肚瓷 可以有肚瓷 肚瓷 這麼快又見到這東西 其實東龍島是一個圈 我們剛剛去了一個進行派 我們現在轉右另一邊 上去攻頂 我們上次沒有還得到 因為我們上次都不知道還得到 不過這次做到也有功課 有看到剛才的瀑布 現在要上去南塘頂 但是南塘頂不是最後的目標 還要再上一會 但是呢 這裡看到南北國洲 然後這個應該是清水灣的那些 golf場 這個挺漂亮的 今天天氣真的非常好 我看到南塘尖 好久了 下山 到了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鑑察站 什麼 那麼 那 鑑定的勁就去到這裡 然後就要 走散景 都要找路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在那邊走下去就可以走到燈塔 這塊石頭靈 但我忘記什麼名字 先回去看看 我們來到落兔池洞的分岔口 那時我已經開始走得很熱很累了 我怕下去之後沒有體力上來 所以就派了Robert下去 我先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們先用航拍看看 那條路是怎樣的 很快就看到山上有個洞 好像握了一顆陶池一樣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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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到踢了 踢住了 好熱 這裡很踢 嘗嘗嘗嘗 嗯,不覺得最近有人來過這裏 真的不覺得有人來過這裏 嗯,這個蜘蛛網很大 都不舒服啊 上次有人來是何時呢 驚啊 一隻蜘蛛仔都可以積到這麼大的網 嗯,我想我到了 但沿路有一大段都沒有屍帶 所以我不會再來 我不會再來 唉 到中原了 回去吧 Bye Bye 來吧 他在收拾東西 爽 對,會以為好像普通外島那樣玩 但不是 真的步曬 走山 我們終於到海了 謝謝各位 我買了一套新泳衣 等了整個星期都還沒可以穿 因為打風 然後我死都說東龍島要去沙灘 東龍島不是來去沙灘的 東龍島是來沙灘的 是 沙灘的 這個沙灘都比我想像中好 之前沒什麼聽過有人來 但沒什麼垃圾 然後水又多清 然後又沒有油 我們在山坑裡玩了 我浸了三個字 然後我們趕著走了 趕著走 走了 走了 上船了 我們來的 已經買了來回船票 45元來回 我們是之前上網已經禁定了 去到就不用怕 沒空 又不用慢慢排隊買 走了